人生如夢,夢如人生 人的一生如同你昨晚在床上面發的春夢一陽短暫而有去幻 那為何我們不要好活在當下的時恨落呢? 網絡編電視這個系列除了希望大家能夠以史為鑑之外 也盼望大家能夠開開心三不少一餐 博君一笑之餘,暫時拋開生活上的煩惱線 一同聚首一堂回美昔日的網絡史跡 那我都廢話少說,開門見山又說直說 今天就繼續和大家遙上當年憑掉昔日的網絡事件 你叫我做浮誇吧,加幾聲喝聲也不怕 2014年1月,著名網絡事件特別的朗誦技巧橫空出世 雖然這件事是一試年時候爆紅 但其實最早我們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 短片折錄於當年的香港學校朗誦節 我們的主人公仔大名鼎鼎的梁逸峰同學 當年的他還在讀中三的新生學子 分別上台表演朗誦宿葉、施生房、代丁大不治 以及南鄉子這兩首詩 而當中最亮眼之處就是梁同學淫屍時的浮誇做作表情 燃料、施、錯、定、自自其宿內 老實說,如果你閉上眼睛聽聲其實都不錯,至少自正看完 但真正炒色的地方就是他的表情 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完全是放飛自我 好像吃了搖頭丸一樣傻傻地 而鼻孔亦都抹得相當之大 彷彿要吸盡全身邊所有的空氣 用七情相片來形容真是再合適不過 眼神相當燒雲以求色情 又如咸膝腦及底褲 看著他的樣子,面部神經失調 本身不想笑都不行 扭州指數高達五粒性 總括依然一句說完 表情做作,略嫌浮誇 其實原本壽司就是說作者在等朋友的時候 一邊看風景,一邊蹲蹲蹲蹲蹲蹲 但我真的不相信有人會這樣看風景 如果在街上有人這樣浮誇看風景的話 我相信不出幾個視診,那個人就會被送去青山醫院 而在比賽之後,梁同學也有分享自己的比賽心得 我有特別的朗重技巧 例如在C開頭的時候,要真是看風景 又在C的最後一句 故琴後落經 唉,藝術這些東西我們真是懂得調貼 而他之後也拿到比賽中的冠軍 他在六屆的朗重比賽中五度奪冠 四年後,影片突然之間一夜爆紅 他的威名傳片大江南北 在偉大塑果網站Bilibili都可以見到他 中港兩地的惡搞作品也有如雨後春順般貧身 果然有壞人的地方就有梁同學的身影 雖然他比萬千網民恥笑是落 但梁同學的EQ都可以說是相當高 對網民無盡的抽水都可以包容接納 還以堂師一片冰心在肉壺來致面 還鼓勵網民跟他一起理性討論朗重技巧 他的回應真的相當大方得體,進顯君子之風 梁同學除了朗重了得之外,辯論水平也同樣優秀 在第十八屆基本法全港大專身辯論賽中 勇奪決賽最佳辯論員 現在還做了老師 在女校入面任教中文科以及中史科 由當初被萬千網民恥笑是落到現在開始 為人私表,梁同學真的才華養育相當勵志 江華對阿信說的一句,你就是對自己太有信心 一直都是我們這些獨男們的金課慾論 每個獨男都必定會遵守 以免自己自作多情注成大錯 但有位Ivy仔卻遺棄發揮,並與其背道而馳 最終養成網絡街最大笑話 2010年有位Ivy仔上課夜觀聖像 視覺向女神表白的良神一日終於來臨,她心知已機不可失 所以當機立斷,手押先化 在上課期間,在同學們中目規規下向心儀女神表白 班上的同學頓時起雄,花生指數一度超過9000! It's over 9000! What 9000?! 而MISS 亦都破釋時務,立即退位讓言,暫停上課進度 將咪咪給了告白藍 但告白藍可能因為被愛情充分頭腦 而忘記了自己準備已久的表白說詞 所以只能夠勞昏急轉彎,急中甚至向女神高呼 我好喜歡,手手抬 這句真是簡單得來,又直接,而不殺作為南方巨高臨下的雄性霸氣 給個讚你 女方頓時之間不知所措,唯有以笑遮臭 同學們紛紛拿出手記,記錄這個珍貴時刻 場面真是幾次觀光客在動物園看動物似的 旁邊的女士亦都當堂讓出座位想鑄合這隊班上的燕陽 但告白藍坐了之後,兩位並沒有任何交流 而最後亦都被人慘遭拒絕 其實這位告白藍真是勇氣可家 可惜儘管他是如此地神機妙算神通降大 但他真是千算萬算犯下兩個絕對的致命智術錯誤 導致如今他現在失敗收場並空流如恨 第一個就是他高估了自己的顏值,學生爺話齋 你本身就不是佛科樣子,還要使出這些霸氣總裁戰術 無疑是死路一條,而且輕挑得來又欠缺誠意 加上你還要帶庭廣眾這樣表白,無疑是想用群眾壓力去對女方施壓 你這樣兵行險著,想以奇兵致勝但卻勇無謀 高估自身實力分下嚴重的智術錯誤 最終導致如今社會性死亡的結局 所以各位盈望面前的小朋友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些甚麼? 就是獨男千萬不能有自信 多求一下你,真是不能有自信 你會死得很慘 而這位高估男的近況都不太多去哪 兩年前的他在Facebook開直播 和網民們大素苦水 表示自己就算下酒吧認識女生都經常吃檸檬 近幾年都沒有任何桃花魂,成為了100%的女生絕緣體 如今的他去到32立之年了 看著身邊這麼多同學已經慢慢步入婚姻的殿堂 看著自己卻孤苦伶仃,還未扣到女 此等孤獨之情,我都不敢心酸起來 我代表全港獨男為你送上祝福 希望你早日沉迷,真名天女 這句金句似於連登一個討論反送中運動的鋪裏 正當他們埋頭苦幹討論如何對付異見人士時 連登仔零食在下面留了一句冥真天下荡氣回場的金句 打這麼多一下沒意義的 一招收他皮,大大力射他Spring back,完 這句簡直語出敬人,果然至古才盡多出於連登 此句帶點衝擊得來又帶半點的壽念 取得暴力與和平之間的忠勇之道 巴打蛇身為港,用愛與和平去化解錯綜複雜的中港矛盾 敢化異見人士以得服人 故中的偉大程度堪比美國的馬丁路德金 這招真是自選百八破敵一千 在如此嚴峻的局勢下 為對方的私人部位雪中送炭真是實屬感人 這種偉大,這種無私 難道就是我們毛主席一夜提倡的雷鋒精神? 攻堅美麗新香港,靠你了,加油! 2010年,有一位伯伯在仁來人網的街道上 用粗言慰語輸洩自己對中共的不滿之情 單人匹馬大罵共產黨 事件隨即引來眾多花生友的圍觀 而我們引以為傲的偉盡精英當然不會缺席 立即上前調停和抄牌備案 當時就有不少花生友不斷恥笑阿伯 亦有外國外黨的小粉紅在旁邊高富萬歲 進展其外國情懷 當時阿伯這麼出位的言論以及對白 引來了眾多網民的關注 紛紛恥笑阿伯有精神病 還拿他裡面的對話來惡教 在現今的時度下,我也不說太多了 唯有祝願阿伯身體健康 網絡編電視第四回就到此為止 欲知以後事如何,扯汗下回分解 最後喜歡這影片的影片在下面 按一按按LIKE和訂閱按鈕 舉手之勞,可樂而不為 各位觀眾,我們又再見